这个就是皈依证书 上面立了一个碑叫做永不收受门票碑文 这间寺庙叫做报恩寺 你看它这个大牌放上写着是知恩报恩 这家寺院呢是我们黑龙江省最大最大的寺院 我们就一起进去吧 悠悠来咯 还有爸爸和妈妈 你看我们东北的秋天满天都是小飞虫 我妈今天穿了黄色的衣服 一身的虫子我的妈呀 那皮肤上也是好恶心哦 头顶上也是 我童年记忆当中啊这种小飞虫啊是有存在的 但没有这么恐怖大家可以在空中看到吗 密密麻麻全部都是 今年头一年这样 那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哇好恐怖 哇你阿婆的衣服 今天呢我们要出市区还蛮远的 需要坐这种长途客车才能到 我们现在已经出城了 这一路上就是那种肥料式的味道 这和我们城市也没啥区别啊 你看人家的梨和香蕉都九毛九一斤 都几毛钱 我妈觉得太诱惑了 真的撑上了 这受不了诱惑呀这是 哎呀太便宜了 我们打到车了 再打车去 我们黑龙江最大的四年 一千多个夏日只能买这个平房 定屏楼啊 对 定屏楼 90多平房 12万 一毫毫毫 哇 这房间好远的 嗯 我们到了 这间寺庙叫做报恩寺 你看它这个大牌放上写的是 知恩报恩 这家寺院呢 是我们黑龙江省最大最大的寺院了 哎呀 我妈就开始吃上了 我就知道刚才九毛九一斤的梨 我妈一定会控制不住买的 你买这么一大兜子梨花多少钱 两块钱 两块钱啊我的妈呀 甜不甜 好甜啊 我觉得我妈对甜应该有误解 它是水果的浓香度特别的足 它不是说那种甜 就个人觉得它的更有魅力一些 我用外面的皮 对它外面皮太粗糙了 皮太厚了 你帮我把皮给剥掉 我们进到人家地盘 然后躲在门口吃水果 我们刚进门就听到这个古证曲了 都是属于是佛家禅曲吧 这个寺院呢我是第一次来啊 但是我妈妈早就来过了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就来过啊 那时候道姓师傅 道姓师傅现在是我们这家 报恩寺的方丈 对 但是人很少里的居住 就一块石头一块石头铺出来到 当年我妈妈来的时候 这块都是没有地的 就窄窄的一条土路 是慢慢慢慢扩展到现在这样的 这个 那里也小 有很多是不是 妈妈小的时候很喜欢收集这个 松塔 你看 天气也很好 树的颜色也很漂亮 在听着这么悠扬的音乐争取 整个人都心情变好了 刚刚在路上 姓师傅说我们家这边楼房 现在特别便宜 大概99平米的房子 12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 不到60万台币的样子 就可以买到一户离市中心 很近的 很方便的 物价又便宜 空气新鲜 开展美好日子的大平米房子 33平的大户型了 太有幸福感 你不想留在这里啊 为什么 问题是房子便宜 你知道吗 妈妈现在在多努力的给我们台湾的房子 攒首付 就多想在台湾安个家 就是安不上 房子太贵了 你看回到妈妈家乡这边 这妈妈就毫无压力的 可以给你买套房子 我们走过了那个长廊的左手边 就是一个还蛮大的广场吧 上面立了一个碑叫做永不收受门票碑文 这也是我在大陆第一次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碑文 话说啊 不只是我们东北人很实在 就连东北的方丈都是很实在的 我活了31年 走过那么多那么多的寺院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碑文 绝了 今天的这个寺院 它上面有两个 哎 它上 那个什么国旗啊 哎 那什么国旗啊 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跟微微在线留言一下 大千世界 众生云云 多有宗教信仰 理之然也 总之呢 就是它的大概的简介吧 哦 我们就一起进去吧 入班若门 哇 好美啊 天呐 好美啊 我在这拍照 来吧 我们去请个箱吧 放完箱再去吧 被工作人员阻止拍摄 请箱和处 但 如果箱和不干净 为什么还要进箱的佛祖呢 哦 你看 这里的僧人和居士 给猫咪搭了窝 这样他们就不会冷啊 睡觉 对不对 满地的瓢虫啊 哎呦 这柱子上 我的妈呀 这柱子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真 怎么会有这么多瓢虫啊 天呐 哈哈 太可爱了 初一十五 凌晨两三点钟排队过来 那人死呢 全都是人 啊 要不该进不来了 关门了 关门了 天呐 在台湾呢 那我去过两个地方的佛教圣地 哎 瓢虫 哈哈哈哈 一个是高雄的佛光山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台中的中台禅院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花莲的慈祭博物馆 我去了这三个地方给我的感触特别特别大 第一点不一样的呢 就是大家对于佛教的理解 包括刚才啊 我本来想给大家拍摄一下这边请箱啊 包括这边燃箱啊 都是如何去进行的 刚刚燃箱 居然用松树针 但是被刚才的这个居士制止 我回想在台湾这三个地方去游览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游客啊 包括信众啊 大家都是可以拍照留念啊 那当然了 大家都不会去直面地拍摄佛像之类的 而且也不会想到 什么干净不干净的东西 个人觉得私院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干净 特别圣洁的地方 不管说是居士还是说是僧人 我好像没有听过阿弥陀佛四个字 可是在我们家乡如果说是遇到了居士 或者说是僧人面对面 他们都会说阿弥陀佛 他会让你带入这个佛教圣地的那种感觉 对于我来说 有没有这四个字确实差异度蛮大的 那年去花莲的这个慈济博物馆呢 当时我是带悠悠一起去的 而且悠悠当时还小 确实是有点吵 我已经尽量地再让他小点声小点声 每个人看到小孩子来 他都是特别喜乐的一个状态 很开心 然后就觉得还没有关系啊 小朋友开心就好啊 甚至邀请我和悠悠去喝他们的茶 去喝咖啡 去给悠悠一些小糖果吃 那种氛围个人觉得我还是很喜欢的 是比较有接近感的 好吧 那我们再往前看 我再陆续地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一些感悟 我妈 我妈又开始吃起来了 我们都要往前走了 然后我妈这眼睛啊 看菜的本领真的很贼 那么远你都能看到 真的是厉害 哇 这个 我们家像这种红萝卜 一般都是搓层丝 做那个萝卜丸子 榨丸子吃 特别香 不要误会 并没有调整播放速度 秋天这种蜻蜓比较尖了 抓不住了 它能活到最后 就说明它不是一般的蜻蜓 据我妈妈说 它们最早的时候是蛮苦的 都是靠自己建成了第一座大殿 那道姓师傅呢 也是当时把自己的母亲都接过来了 因为我们家人还是和道姓师傅 早年间还是来往的特别多的 其实呢 抛去佛家的这一层关系 道姓师傅呢 他还是挺勇于坚持的 毕竟呢 从一间小小的寺院 一直发展到现在 黑龙江省最大的一间寺院 那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啊 姨说道姓师傅 其实长得很漂亮 据说是一个东北标志的大汉啊 哎呀 说的我也想看一下它 哎 这应该叫做神兽吗 这是龙还是龟啊 它上面是大城景点 哎呀妈 你要说哎呀老妹 哎呀妈 老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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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 哎呀妈呀老妹啊 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佛教的圣地和我们大陆的这边寺院 不同的一点 还有装潢吧 蛮震惊的一点 特别是中台禅院 如果说当时只是开车匆匆的离去的话 我完全不相信它是一所佛教的场地 有点 有点艺术感 也有点时尚感 哎呀你看秋天的黄叶子好美哦 映着这个阳光 太漂亮了 我刚才读了一下 我说行词驾倒 这是不是应该是驾倒吧 这字写错了吧 旁边路过了一个奶奶说 你读反了 倒驾慈行 没文化太可怕了 我妈拎了一路的垃圾 就怪自己太贪吃 给大家看一下 哇葡萄园呢 哇种了好多的葡萄 我们北方的寺院 很喜欢自己种一些菜呀 自己种一些水果啊 特别是我的姨说 在辽宁那边有一个寺院 哎妈妈 老姨去的那个寺院 就是苦行僧的那个 那个寺院叫什么 寺啊 叫海 在海城是吧 那所寺院的僧人呢 全部都是要靠自己 衣食住行 全部通过自己的双手 去获得 而且寺院明确规定 不要任何的供奉之类的 我妈说想摘一串葡萄 那我妈想啥呢 虽然说这个葡萄 真的是挺诱人的啊 看起来确实挺好吃的样子 这葡萄是我们东北的玫瑰香 好香啊 这葡萄味道 天哪太香了 我吃到过一种葡萄 是四川那边还是云南那边种的 那里的葡萄呢 喝的是泉水 听佛去长大的 暂停一下大爷大妈喜欢我 谁说话说 抓住了 我妈现在老着急了 我妈说这葡萄滴了当当的 都已经成熟成这样了 怎么还不摘呢 不摘没有人要是不是 没有人要我要 于是把手伸进去了 抱恩寺的猫很多 而且他们一点都不怕人 随处走 作为一只 两只 三只 真的好多猫咪 说来就来了 你看这小猫咪坐在佛手里面 我们要出大门了 而且我也没有这个福分 本来说 会不会和那个道姓师傅偶遇一下 结果也是没有遇到 莫向外求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向他人去索求 要求就要向自己去求 知道吗 太美好了 顺便洗刷了一下自己的心灵 那出了这个门之后呢 我们的生活仍然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幸福 包括我们的所有 也是要靠我们自己双手去创造的 知道吗 朋友们 我们找有没有好看的松塔 带回去一个 那可以三种 我们捡到了两个漂亮的松塔 但是呢 它的松子不见了 它只剩下这个 虚无的外壳了 被信众好心劝劝 不可拿着松塔 劝劝理由 寺院东西有的不干净 突然想起一条 台湾的寺院是要脱鞋子的 第一次优爸带我去山上的一所寺院 进门竟然要脱鞋子 当场就把我吓懵了 还好脚不臭 之后呢 还真的是要去每一家寺院呢 里面都是要脱鞋子才能进到店内去 而且呢 店内真的很干净 特别是我去这三个地方 最喜欢的还是佛光山上面的大殿 哇景色很好 而且那个店里的感觉啊 超级超级的漂亮 也不能说漂亮 它已经不能用言语去形容了 店内的墙壁上全部都是佛像 而且呢每一个佛像上面都会有一束光打下来 哇很庄严 但是它的庄严呢又不失那种快乐感 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店内有好多小朋友 工作人员还送每个小朋友两块糖块啊 就说这个糖块特别好 是拜过佛祖的 来给小朋友吃 小朋友好开心的 我记得那一次我去佛光山也是特别特别的喜悦感啊 我就觉得哦氛围好好下一次我一定还要来 哎呦爸好像还没有去过佛光山呢 那我们这一次回到台湾 一定要再去拜访一下佛光山的样子 我们要走到门口了 上面写着回头是岸 回头 是岸 它这边有公车 可以把我们带去这个小城镇的市中心 然后我们再喘承回到我们家乡 细阳也来了 下次再见了 保恩寺 这个人 他这里的公车是比较小型的 卡哇伊 好可爱 而且呢 它上面有个标识说下车乘客请提前一阵告知 应该不是站站停的吧 这边是要叫的 你不叫人家车是不停的 感觉还是蛮热闹的 有很多的服装店 我刚才还看到有奶茶店 建的也是很漂亮啊 我没有觉得它是之前的那种小乡村小乡镇的感觉 都很好看啊 它和城市没有啥区别 像这样的城镇应该算是我们中国大陆的 诶 它算是极限城市啊 县骑市 可能暂时不入排名 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来 没有想到建设的这么好 但是我这次来我觉得 其实生活嘛都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大城市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一线城市住了那么久 个人觉得其实不舒服的 反而我觉得在大陆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面 物价也便宜 生活也稳定 房价也便宜 就很开心 也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感 幸福指数很高的 我们已经回我姥姥家了 然后跟我姥姥说 我们今天去了那个报恩寺嘛 姥姥就开始回忆 她之前在这个报恩寺里面做义工嘛 那我姥姥的皈依证 也是后来转到这个报恩寺的 这个就是皈依证书 第一页呢就是皈依药室 还有忏悔 我姥姥的诗次法名叫做果净 它是2002年的时候转到这个报恩寺的时候 2002年现在两千多少年 2021年 2021年 对 但之前我姥姥的皈依证书是其他的寺院的 那是要是断贼证的花30块钱 30块钱往我那个证转贼证一分减美光 到姓师傅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的工作人员直接给我反应 然后呢意外的发现我妈妈也有发明 我妈也皈依了 那你这个皈依皈的你看你现在皈成这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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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叫什么 叫果侠 哪个侠 晚侠的侠吗 果侠 那我没有啊 我没有皈依 皈依现在可能是 不能说随便去就皈依 是吧 现在要学会一些什么东西吗 跟师傅一起专课 我们平时你要愿意去 去在那给做义工 我们做义工就在食堂里帮 刷个碗 摘个菜 多远呢 有时候我就在那住呢 哦 于是又开始听姥姥讲那些故事 东北的日子还在继续 下一集带你去哪里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下集见啦 我是幽妈 我是叶叶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话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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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